郭麒麟拍戏拍的 招大家稀罕 挺好 我大人是我的焦虹 希望大伙能够理解 我是千朗 要说王鹤蒂来 王鹤蒂 但我们还真碰到过 男粉丝洗澡的时候 你比较激动 说能给你照照相吗 不行 牛酷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郭德纲 我是于谦 大家好 我是向上演员罗云平 向上演员高峰 我是德云社的向上演员 我叫云鹏 这是我的搭档 他叫孙岳 这两个接受优酷的采访 是的 哈喽优酷的友人们大家好 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 烧饼 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 曹赫阳 大家好 我是张霍伦 我是郎赫言 我是孟赫藤 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周九良 我是德云社相声演员 张九龄 大家好 我是德云社相声演员 王九龙 我是德云社相声演员 张九南 我是高九成 看见你们很高兴 谢谢大家 再次举办钢丝节 有怎样的感受呢 很高兴 很高兴 这么多年来 都是热心的观众朋友们 支持我们 我们能力一般水平右线 大伙能这么喜欢我们 做演员来说 这是最大的荣幸 这个优酷是我们的老朋友了 多少年来一直支持我们 是吧 跟我们一起共度了很多很多 我们的节庆日啊 喜庆日啊 跟我们的朋友见面的机会也不少 希望这次一如既往的 今年呢弄的还是比较隆重 还是比较丰富多彩 大剧场小剧场都有演奏 而且郭老师特意呢 头一次把钢丝节安排在天津 也是她的家乡也是曲之乡 也有一层特殊的意义吧 这也是比一个观众朋友们 和我们演员的一个联欢会 我们能有幸参加就非常高兴 开心呗 就是 确实师兄弟们很久没见了 通过这场节目 大伙还能再见面聊一聊天 虽然后台每个人都是科尔卡的 但是不耽误聊天 越重感冒他越给你近 对 成心的 一如既往的这个高兴和激动 因为在这个钢丝节 这个喜庆的节日里边见面 就是主要是为了跟大伙 这个团聚团聚 展现点我们平时啊 这个不怎么演的节目啊 比如说我师傅的节目 郭老师的作品 郭老师的作品 每次参加钢丝节都特别的兴奋 因为这是一个特殊的节日 每次到这些演出呢 更可以说是大伙一块互动的鱼 能够在这个节日里边 我们能够参与并且能够演出 我觉得对于我们来说 是一份得天独号的演出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节日吧 就是大伙也看一新鲜 大伙热闹热闹 欢聚一堂吧 就像我们德云社自己的春晚一样 就是每年过一次 其实就是家庭聚会 所以说呢 这次德瑞机会一块儿 聚就挺好 激动 紧张 演员拿出诚意满满的作品 祝大家开心 很荣幸 演好几场 好几天 还唯以重任 一是很开心很荣幸 而是间接的证明了一些能力 此次演出采用料地形式 能否分享一下其中的用意 这个所谓的新形式 其实是最老的形式 这个想当年 曲艺最热闹的时候吧 明家辈出的年代 其实它的表现形式就是这样 因为当年条件有限 大部分演员就在所谓的在地上 你北京在天桥 咱们老说北京上天桥演的 看演出天桥就这样 就在马路上空地上 搭点棚子弄个蹦的 就演了 它这个是最具烟火气的了 而且最早都是相声 就是你在那儿我在这儿 咱们离着很远 就要面对面的说相声 所以到后来像您看在舞台上 有个桌子 俩人对边这么站着 那是很之后的事情了 最早是这个形式延续了很久 所以我们也想要让观众 新鲜新鲜 对 包括我们好多演员小孩们 也都不太清楚这个 我也是第一次见这样的座位摆访 我也是第一次见这样的座位摆访 我也是第一次这么近的距离 料地演出 这就跟过去一样 过去老的这个天津也好 天津三文馆料地 其实就这样 我没感受 但是我们原来的庙会这么样 其实作为我们这一代的这一辈的演员来说 没有接触到真正意义上的料地演出 那么这次基本上恢复了当年料地的这个现状 所以我们也是特别的兴奋也非常的期待 像我们这种年轻演员没见过 也没有接触过 然后只听老先生说过 我们也没有真正的在地上演过 这一次也是学习一下 然后看一看大家什么反应 观众的反应 看看过去这个料地还适不适合 也挺有意思 他们也很高兴 让大伙看看过去的说像是什么样子的 很古朴 很古朴 很突俗 更接地气的一种表演形式 现在不讲的这个沉浸式吗 对 就是最早的沉浸式 对 最新勇最期待的一场 朋友们等着看吧 是很新勇 我们也没赶上过 我下去给人看着 你等会儿一会儿 一会儿再下 好 针对此次钢丝节 有网友是这样说的 郭老师曾经说过 有时间的话 一定要在园子里演出一个星期 如今他没忘 我们没走 听到这句话 郭老师有什么样的感受 很感动 很感动 当然我们可能也去做节目 也去拍戏 也去干什么什么商演 但是这个小剧场 包括园子演出 这是我们的根 这个不能忘 何况说过节 钢丝节 大伙那么捧我们 那么鼓励我们 我们也拿不出别的来打抱大家 就好好说相声吧 让大伙高兴高兴 这做艺人来说是最快乐的事情 是 没错 郭老师说的这个事是特别对的 我们 就是打小学的相声 也不会别的 那么在这上面 我们尽量的精雕细琢 奉献给我们认为 最好的段子给大家 希望大家喜欢 不光越来越多的观众喜欢德云社 好多艺人现在也纷纷想加入德云社 谢谢大伙吧 但是呢 术业有专攻 得道有早晚 你说人家在舞蹈界很出名 人家上我们这儿来 给人家耽误了 人家演电影也挺好 上这儿来给人家耽误了 所以说那个 只能说谢谢 赶上特殊的时候 给有个大庆祝 联欢 一块玩也挺好 但是别耽误人家的主意 两位老师知道现在 德云社在逃的编外人员都有谁吗 那太多了 好多影视界的学生们 加拿亮算我徒弟 郭京飞算我徒弟 欧帝是我徒弟 这一大堆呢 各是各样的 包括这元鹏的徒弟 对呀 那个什么雷家音的 对 这都算俗家弟子 俗家弟子 接下来进入年终总结颁奖环节 好 2023年最佳进步奖会给谁呢 那些给余老师 怎么给我了 因为前两天在这个中华剧院演出的时候 余老师有一场主持 他穿了一身花里抱一样的艺术 轰动全场 我觉得很进步 这一个50岁高龄的老艺人 还能穿的这么新鲜啊 说明他的心是很年轻的 他一直在进步当中 这没回答到一块去 最佳进步奖 我觉得不管哪年都应该给郭老师 我也买身那个衣服穿的 我的角度不一样 实际上这进步分从哪个方面来说 德云社一直到现在 每年都有新东西 每年都有不同的东西 就是郭老师我们这个班主带领着我们 带领着整个德云社来进步 所以说哪年的进步奖都得给领导 说得很好 火车跑得快得有抽头带的 对吧 这个进步奖应该给郭老师 包括我们这个德云社的董事长 郭老师的夫人王霍老师 2023年最佳变化奖 我了 变化奖 刚才我说了 对 我是开玩笑 实际上变化奖应该给我们这些孩子 孩子们都很好 对 都很好 很努力 都很认真 兢兢业业的说笑儿 今年不管是大剧场 什么体育馆 小园子 孩子们都没闲着 而且各种各样的节目形式 不管成功与否 他们有变化 有创新 有挑战 他们在打破自我 这个同时是特别好的 来不断尝试 2023年消息最灵通奖 那消息灵通应该是秦小贤了 他一直在外边冲浪 认同 我真的非常好认同 2023年最招人稀罕奖 那得给郭希林了 郭希林拍戏拍的 招大家稀罕 挺好 我大儿子也是我的骄傲 观众爱他 后台爱他 家里人爱他 大伙都喜欢他 他确实挺灵 尤其在演戏方面 我看他已经超过了我了 得云社里颜值担当是 那就是我了 50岁往上的 我这颜值是最好的 得云社里最值得嫁的人是 那于老师 因为他老要张狂兽 他穿的花手 我就剩张狂了 嗯 余张狂 流云社里最有偶像包袱的人 那就是余老师 怎么全是我 你一人都动了得了 最后两位老师给网友们送一个新年祝福吧 这个我是郭德纲 我是余谦 我们得谢谢所有的粉丝朋友们 没有您各位的支持 我们这个所谓的这点小艺术 根本就不值一台 多亏您各位支持 各位捧 年终随为 我们呢 好好说相声 给大伙送去快乐 对 也希望各位身体健康 永远开心 永远开心 这次师兄弟又聚到一起 后台有拍了多少短视频 我们拍了一两个吧 是吧 光老师也参加拍了一个 是吧 对 对 一般谁是短视频的发起者 王九龙 张浩伦 看短视频中的副总各种放飞自我 其实大家也很好奇 说这两年副总怎么了 不是这两年发生的什么 是其实一直是这样 是这两年有了短视频 我比他们玩的还欢日呢 新的一年 希望给观众带来哪些能量呢 就是让大家一定要多阳光起来 快乐起来高兴起来 就是多听德云社的相声 您就可以高兴 有一个好的心态 健康长寿 刚思杰和其他的演出 心态上有什么样的不同 对演员来说 这样的演出其实很紧张 跨年啊 什么刚思杰啊 什么 反正有我师父的演出 兄弟们格外的紧张 因为首先压力大 再一个我师父会盯着看 对 他会就是看你最近进步到什么程度 对节目认真的程度 他会盯着这些 下来也会 爱批评的爱批评 该捧的捧该聊的聊 这次谁有爱批评吗 爱批评的都没有 因为这次我师父他难受 对 反貌了 对 演得好找他聊一聊 演得不好你放心 绝不上那屋去 对 躲回他 看节目单有个小曲儿连唱 还挺期待大家的合唱 那么问题来了 德云社中谁是唱歌最好听的人 小笔啊 其次我 就是岳老师 岳月可是发过歌的人 我觉得发歌 我觉得是好事 因为大伙都愿意唱点这种传长度高的 包括这个想把版权握到自己手里 因为现在版权这个事特别的正规 这有什么线啊 你超过好几句他就会找你要钱 这多吓人 逼得让演员们自己发歌 这没办法 岳月不光是发歌 最近也有电影在上 电影对您意味着什么呢 快乐快乐 电影工作嘛 因为我是喜欢电影的 虽然成绩不怎么好 但是我依然热爱 依然想找一个突破口 慢慢来 慢慢来 慢慢来吧 临近新年了 如何总结2023年呢 总结2023 我跟孙老师感情又递进了一步 感情又浓厚了一年 相认的时间又长了一年 然后 岁数长一岁 岁数长一岁 然后对我们这个单位又热爱了一年 其实没有什么特别的 就是一年一年的岁数 白头发各方面都在增长 阅历同时也在 穿着哥哥呢 是 挺好 马上也春节了 今年的保密协议签了吗 不合适吧 这么问 你签了吗 我有点知道 我还没签 也没通知我们 我们在台上演出的时候 有人问我这个问题 这个底下我看有的评论说 这怕什么了 干嘛呀 就是你签就签了 没签就没签 其实怎么说呢 它里边有不安定因素里边 对啊 如果你说你签了 观众会有一份 我觉得是会有一份这个期待值的 你到时候你毙了没上 很容易毙的 很正常很正常 我们希望是有真实性的准的在说 每年他去出版报道比较晚 因为捧根的嘛 他会提前找我 然后我去报道 我去领命提议 我会去跟领导们 跟导演组们商量 怎么弄 一般都先不用他 我是等通知 对 希望大伙能够理解 我是签了 临近新年了 如何总结2023年 随遇而安 挺好 喜得千金 高兴 现在是高兴 喜提千金顶 千金顶 千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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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人有交流交流带娃金吗 不会 他们家两个儿子 我们家一儿一女 就是家庭状况是不一样的 就是陶老师就准备买房 有了姑娘就在买房 对 男孩可以 俩男孩挤一个屋里都没事 一男一女就得再多出一个屋 是能用这种这种事来跟我在这显摆 我能省钱 我一儿一女就费钱 领哥应该会是女儿奴那种 不 没有 哎呀咱还有那命好 一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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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中国有句老话 基本上是这个闺女都随爹 好怕有一个闺女之后 随她的长相之后 她觉得不好养活 以后嫁不出去 生男孩还是还是省钱 哥哥穿完地去穿 哥哥玩完地去玩 对不对 姑娘就不一样了 对不对 其实他说有道理 是我们家老大玩完的奥特曼什么的 我就怕我闺女不玩 给奥特曼穿上小裙子 好 默契填空 接下来我们是默契填空 听到321后 一起补充括号里的内容 我的妈呀 第一题 321开始 郭老师 对 第二题 321开始 梦河汤 他老爷的321 有321也不默契 已经有一题默契了 路上 下一题 余谦 我都不知道说什么 什么意思是 其实前面可以加个昵称 称呼都行 比如说宝贝 这我都说不出来 下一题 喜欢 我只看见你 这个 有点牵强了 因为我台上只能看见他 比较默契 有答案就算凑合呗 下一题 最想和谁交换一天 这不能说呀 这个 他这想法太大了 朱贺苏 要对上一贺字 第二组第一题 看到张九南 张九南又上又搜了 好的 让他追一下 第二题 是 看到师傅 我们都观察师傅的微表情 这个问题师傅就是在想 是这回事吗 怎么样 或者说是 这事应该怎么做才能好 师傅千万不要让师傅出现这种表情 就是 完了 出现这种表情 你完了 你完了 就是能微微皱着眉 点点头 稍微有个冷笑 你完了 你完了 哈哈哈 哎呀 这事我跟你说离 离停场就不远了 完了 你完了 下一题 什么俩带 这事是我做的 嗯 偷拍 哈哈哈 那肯定不是我做的 嗯 我动不动了偷拍的 比方说像什么 穿穿男啊 打呼噜啊 老狼啊 对不对 那个 不用说 不用说 哎呦我这都说不了 播不了 这都真是的 像高与诚啊 他那更不能说了 那家伙 真是太惨了 所以他的手机千万不要 下一题 在 欣赏我只在乎你一首歌 有有版权 有版权握在自己手里 下一题 什么有点想你 什么有点想你啊 那谁有点想你 哈哈哈 那跟你有什么关系 哈哈哈 他说只能两个字 那就那谁 这会儿 我是那谁 有点想你 哪谁 你把它调过来 哈哈哈 最后一题 我就想和 嗯 我想和我老婆交换你 因为他也很累也很辛苦 而且他有时候跟我说说 如果要是你的话 你肯定 早就辞职了或什么的 所以我说要交换一件事 哎 哎呦 什么秀恩爱了 天哪 这段掐了背不饿 撒狗粮跑这 三个字 接下来是三个字游戏 听问题 每个人依次轮流回答一个字 只回答完整 这绝对高老是行 我这脑子不行 他题都没听懂 我听懂了 第一题 王鹤蒂到底是不是得运舍的人 我对不起 我不认识这位 咱别得给我 不 说啊 这不是的 不就行吗 再来 半夜手机响 那个人最可能是谁 我 是 娘 听过最假的话 我 真 好 等于说的舞王是 舞王是吧 谁先是 谁抢仇的算是谁 梦 河 等于说女孩听了超开心的话 抢 找 跳 好 怎么让你十秒钟心跳加速 好 哎 现在就加速了 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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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拼过最假的话是 想 你 了 哈哈哈 好 哈哈哈 德云说的舞王是 梦 哎 哎 她 哈哈哈 梦还什么 梦哎 她 德云女孩听了超开心的话 还 说 啊 哈哈 哈哈 哈哈哈 还说呢 哈哈哈 我想说还有票 哦 还有票 哦 怎么能让你十秒钟心跳加速 见 哦 见 哈哈哈 最近的口头禅是 哎 那 样 哈哈哈 听到你是我的偶像 怎么回答 别 别 哈哈哈 别 别 王鹤帝到底是不是德云社的 是 不是 是不是 是不是 啊 谁是德云社最值得嫁的人 王 酒 龙 哈哈哈 哈哈哈 我想说王鹤帝来 哈哈哈 德云社的舞王是 孟 嗯 哈哈哈 孟雨 哈哈哈 把他麦都叫出来了 哈哈哈 孟雨是莫她的麦 哈哈哈 德云女孩听了超开心的话 打 打 打 我的机会上来了 打是什么 打 打 打 帅 可以 可以 默契猜词 接下来默契猜词 一方笔画一方猜 不能说出关键词 开始了 第一个啊 跳舞 哈哈哈 啊 跳舞 哈哈哈 啊 这样是个名字啊 那这屋子画一个好不好 秋秋 演出的时候 啊 演出的时候吹喇叭 观众 下去吧 俩赞 必胜 退票 啊 嗯 云鹏 孙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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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变烧鸡 那那不不够播出标准吧 你这不是 不是 你这说的是够播出标准哈 mask tte 咯 啊 哦 尔 彼 Latino 快 完 马燕 三字 走道不顺了 你 冻死了 纸上三字 第一个字 冷 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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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钢丝请收福利片 因为是钢丝节 我们有准备钢丝线 一边用钢丝线做手工 一边回答问题 第一个问题 粉丝长胖十斤 还是自己长胖十斤 粉丝 粉丝 假如可以跟死忠粉 或黑粉交换一天 会选择谁 黑粉 对 我也是 和黑粉交换一天 都会做些什么事情 做他们的日常 不 我要去看看他们家住的日常 我砸他们家剥了一条 真是的 确定他们的位置 洗澡时遇到粉丝 就网上看就好了 怎么还能遇到粉丝呢 你没去过澡堂的是吗 对啊 澡堂里还好 因为大伙都没有拿手机 坦诚相待 赤裸着聊 我觉得没什么 被粉丝认出来都会说什么 又行 月圆那么在这儿啊 我让 脏了来洗一洗 错了吗 错了啊 楼营社里拍照 必须开美颜的人是谁 所有吧 都差不多 都开 你是不是不开吧 太也没用了 瞧你那个剁死的样子 最后拿好我们做好的手工展示一下吧 送给大家 希望您开心每一天 送给大家 哦你这五彩斑斓的 希望生活五颜六色 这咱们不会啊 这算是打我手背上了 它会 我会一点点 粉丝长胖时筋 还是自己长胖时筋 都别胖嘛 必须吗 你长胖时筋 假如可以跟死忠粉或黑粉交换一天 会选择谁 那我就不交换 我还是穿串吧 那我还是交换完之后 我得看看 在第三视角看看 我说相 到底有多优秀 假如两位分别画身易立静 最想问谁 一个什么问题 犀利一点 最想问你烧饼 我问你觉得 你觉得你自己唱歌 这好听吗 这个好听跟这个爱唱 是两回事 饼哥唱歌 还是有自己风格的 对 胆大 胆大 这很犀利了 我没有 得罪人的活上他干吧 我没有 正在收音台结账 后面排队交钱的人说 我是您粉丝 您会怎么做 我说 那你把我把单买 我还有说给人家把单买了呢 谢谢您吧 谢谢您的支持 我们会更加努力 洗澡时遇到粉丝该怎么说 但我们还真碰到过 男粉丝洗澡的时候 比较激动 说能跟你照张相吗 不行 结果也录了一维C2 对 照相吗 照什么相 录是别 泽民说你拍照 必须开美颜的人是谁 发财 发大财 跟我一起发大财 不能提名 反正动员类有什么 我这穿的细不细啊 不细 你别套手腕了 套哪啊 你套是挡歌上的意思 改班纸了 就这样 松一点 半夜能叫出来的饭搭子是谁呢 饭搭子 那可多了 人家是谁花钱 那可多了 你要是我们花钱 这都能叫出来 你要是他 你就说半夜能叫的饭搭子是吧 咱们王河帝谭剑次啊 这个是吧 都不认识 我可以给他们发私信 出不出来是他们的事 回来回不回来再说了 年终了 最想给德云社里的谁 颁发一个什么奖项呢 最想给鸾萍颁发一奖项 嗯 发一个 我觉得他特别的勤奋 今天 勤奋 而且他今天特别忙 又飞这又上那了 是比较辛苦 浪哥 他给自己安排了很多工作 别说那么鸣嘛 很辛苦 最后展示一下成品 你给网友们送上祝福吧 送祝福啊 这是我们俩鞭子手串 您看看吧 特别好 这猪子呀 天津玻璃二场的 这个鞭子有点细 督促您各位呢 身体健康 有个好体型 各位粉丝们 对我这个 我这个串串呢 比较有含义啊 就是每隔一个猪的呢 会有一个白色的猪的 比较用心啊 我觉得 我就祝福在新的一年里 粉丝们能有好的身体 咱们身体都健健康康的 学习呢 咱们也要更上一层楼 该开饭了 好就到这了 谢谢您啊 粉丝长胖石筋 还是自己长胖石筋 当然粉丝长胖石筋 我能选主 我能选他长胖石筋吗 我是希望您 我想采访一下您 越胖越有福 好 那我谢谢您 您越胖显得我越瘦 显得我越瘦 他是懒得更黑了 假如可以和死忠粉 黑粉分别交换一天 会做什么事呢 让中时的粉丝和黑粉换一下 换一下 看他们到底中不中 然后看黑粉要是换过来之后 会不会变好 我没法 我只能跟死忠粉交换 因为我没有黑粉 跟死忠粉交换一天 喜欢别人去 正在收音台结账 后面排队交钱的人说 我是您粉丝 您会怎么做 那你后面排着这个 你等会 对 你看看我这个一块钱了吧 不可以 看到自己什么照片或者视频时 会想私信对方红包要求删掉 我没有 我没有 我没有找我想包的 什么照片都行 只要能留出来的照片都是可以看的 是我就行 对 没留出来的都在手机里呢 那可不呗 都在生电手机里呢 对 如果手机里他就不少 我们手机里还有他的呢 谁怕谁呀 同个预进呗 德云社里拍照必须开美颜的人是谁 多了 你看你这话 你一打一大片 棍扫一大片 你看去吧 看谁那照片拍的好看就是开美颜了 不好看是肉明没开美颜 大伙子 很多人都开美颜 现在都开 既然有这功能了 高科技功能 不用 有的不用 都不费了 年终最想给德云社里的谁 颁发一个什么奖项 给师傅办 给师傅办 办一个这个 为家为业 昼夜操劳 对 最佳演员奖 最佳辛苦奖 最佳老板奖 今天采访多组师兄弟 如何凭借一句话抢占标题 一句话抢占标题 说好了啊 就我们一句话了 上个搜 看他们说什么 他们说什么 把他们那字都给打码了 都给打码 最后展示一下 我们做好的成品 并给网友们送上祝福吧 祝愿优酷的观众朋友们 在新的一年里 开心 快乐 健康 祝所有的朋友们 收看我们这个节目的朋友们 就像这个小猪子一样 一年有这么多的快乐